針言第3章第26节 因为耶华是你所倚靠的 怕别保守你的脚 不陷入网络 当然再来说 他这么多次当中 才是说一次 是说这些而已 但再来说 我知道 不是的 你有生之年 你走着最好一句都不说 你不是一次里面 还要说这么多 信仰好打极都有限 当然这个当时是一个 我觉得是自己的直觉 但现在是几十年后 我说这件事 我发觉 这个标准是很准确的 你会从他们的说话 你已经知道 这个人一生 其实的终结是怎样 他一生和圣灵之间的关系 和神之间的关系 会是怎样 他从神那里得到 和得不到的东西 是什么 你都会从他的说话里 轻易就会看到 所以中国人当中 毅托星他写一本书 就是说话漏掉生命 这个概念 很可惜的 连这么基本的信仰 我发觉 始终到今时今日 中国人都是犯的 他们会说到 我接触过多厉害的牧师 见过多厉害的聚会 但连最基本神要求 平信徒做的事 他都直成唾弃不做 然后觉得 其实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所以其实没有人做得到 更加黄论他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在我一信主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有一间教会 那个领袖是做到的 当然他不是做得尽箭尽尾 他也是一个开始 虽然没有人教他 但他真的要这么做 那个就是成功战 但是我见到下面成千人 他们没有做 但我看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这个的领袖和下面 在恩高和神同在当中的分野 我就知道这是绝对真实 也是因为这个形式在我思想当中 我所知道真道教会的领袖 和平信徒的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所以变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这个不用人教的时候 我都会绝对懂得 以这个做我自己的标准 而当然这个标准就使得我无往而不利 我相信你现在就明白 为什么在加拿大这段时间当中 圣灵这么轻易在我身上 去做这些工作 因为原来第一 你不让污蔚的言语 在你的口里面出 你不让不信 或者神所争户 特别争户 就是在地庆中散布纷争的说话 在你的口里出 反而你按住在以弗所书所说 你随时讲造就人的说话 哇 圣灵就在这个生命当中 因为这一边不讲污蔚言语 另一边你懂得讲造就人的说话 那圣灵就在这个生命里面 大大工作 而这个祝福 这个真实 很多人如果不看圣经 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而如果说到这一点 我值得提在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 其实最使圣灵忧伤的时候 就是在哪个时候 你弟兄姊妹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去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就算是 上上行线 我们回一间好教会 我们纳志去做一个好计较 但是问题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其实通常都会做得好的 就是一间教会去强调宣告 积极的思想 好像我们教会那样强调信心 我们祝福人 报恩 但是问题其实通常是人家跌倒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当一个人跌倒 比如我看到一个基督徒跌倒 或者甚至你看到人家有些软弱 你背后说一些说话 因为有些人我发觉 他按不了口 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 可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 管教改正占一半 都是那些人不拔住自己的口 直到好像三姑六婆那样 总之有人跌倒 有人软弱 有人被教会管教 其实那人被教会管教 那人反而没事 但是旁边的人 就不断在外面 不停 不停在说这些闲话 所以很多时候 管教的人受的管教 反而不大 反而周围说闲话 我们反而还要捉回他 所比管教更大 当然 那些基督徒 就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这么做 在他来说 他觉得很小的罪 不死人的 有些愿者比较骄傲的 就正是因为这样离开教会 或者职院 职院就又离开了 因为事实上不少 不少以前的领袖或者全职 其实是因为他负责帮教会 一起去处理这些事 通常一个人 他软弱 我们就管教他 但问题是做管教那些 或者一起去处理那些 就不断去说闲话 不断去说这个人 他觉得 有些有秘密出去爆一下 公开一下 说一下这个人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们发觉 后来捉到这些人 反而反过来 连他都要受管教 他又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我说闲话而已 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正确告诉你 其实在你有生之情当中 最容易失脚 在你人生当中 明明一年都不说一句闲话 突然有一天 一天之间你爆的闲话 多于你十年说的 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有些人跌倒 有些领袖接受管教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方法 其实很多人以为 你们这么做 是因为不想这件事公开 其实不是不想那件事公开 而是因为圣经里面 是有教这件事 你知道吗 是因为其实我们利用了 一个机会给撒旦 有机会将我们一生的恩膏 在一天之间剥削 你知道吗 但是那些人仍然始终 都是不信圣经的 始终是不信的 因为你猜这些经文 他们不知道吗 这些经文又不是写在圣经的吗 是写在圣经的 但是问题哥 一天之间导致圣经 在忧伤到的阶段 圣灵从此不能够在他们身上工作 从此只能够有邪灵 在这些人身上工作 而实际上真的有这个个案 就是那些要不断讲行话 然后禁止他 甚至管教他 因为他不饶庶教会 因为这样 因为你不想这件事公开 因为你特别去偏帮这个领袖 所有领袖 如果我们偏帮我们就不管教他 但当我们管教他的时候 教会按着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发布的原因 就是免得人去说行话 所以变成了OK 这件事以不伤害他 能够帮助他的情况下 我们发布了这件事 但是不能再说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们有生之年 最容易我们用一天的时间 说行话多于我们一生加迷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人事 人事变迁 人们跌倒 而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就养了一班的坏学生在旁边 腐蚀担担 他们就会看到 咦 有些他们是未跌倒的 他们未跌倒之前 已经觉得教会是不喜欢 当领袖跌倒的时候 去说行话的 教会是不喜欢传来传去的 不喜欢在这些时间 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 去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的 于是乎有朝一日 他们跌倒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呢 弟兄姊妹 我想问一下你 他们做什么 他们立刻做了一件事 他竟然在这个个案当中 学了一件他以为的必杀技 想着翌日他跌倒的时候 他竟然变本加厉 说的行话比任何人都多 而一次过将自己击倒了 明白吗 所以在我来说 当然当人们跌倒 有些人走了 他们说行话我一直禁止 但我禁止的时候 在我心里我也偷笑 因为这帮跌倒的华学生 他一次过将自己 又说行话 帝兄中散布纷争 包含泄族圣灵 在一日之间犯了 明白吗 他们不知道 他们其实不知道 我很多时候跟我身边的人 其实有些以前 就算走了 领袖他都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人走的时候 其实我是会心微笑 因为他们走得当然很坏 但第二 我都根本不用生气 因为他第一天 就已经什么都爆了 在一生之间 他从来没说那么多行话 他在一日之间说出来 最惨的就是 里面还包含泄族圣灵 如我所说 一次过继续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你更加明白 为什么那里说泄族圣灵 一定是说说话的呢 为什么呢 关于说话神 为什么这样限定呢 原因就是 根本圣经从来 都没有第二个标准 他说的标准 就是一生之间 去定的标准 而有些人说 我这一次说而已 我第二次不说 就行了 圣经说是一次过搞定的 而圣经从来不是以一次 或者一个case作准 而是以句句定尽 当然我们自己用的天平 是厄称的方式去信主 但是神不是用两用法码的天平 神是用他的标准 去定顺我们今时今日的信仰 所以最基本 如果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就一定要懂得 紧守我们的口 这个就是诗篇里面 大卫都说这件事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但原来当真的有这样的人 OK 就是在你面前 我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是很初信的时候 已经懂得这件事 去紧守我口 一生我现在所说给你听 我不说闲话 不是我这一次 或者这一年不说 我是说我由18岁 认识基督教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一直定自己的标准 但问题是在神眼中 你不是一次不说 你是十年不说 二十年不说 三十年不说的时候 说其他人 是一个星期不说 一次都好像不放弃那种 你明不明白 在神眼中 谁的价值高 你知不知 因为他知道是很难得的 我相信你听到的时候 第一点 你可能已经立刻 跟自己对比 你觉得真的难比登天 但是鼎子妹 我亦告诉你 是有人去做过 有人去做到 我亦亲眼信主的时候 看到是我自己 在第一间教会的那个牧师 就是去智力做这件事 他没有人教的 情况下 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 从来拿不到他的忠恩高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理由就是来自 最早年 几十年前 是徒星 自己都写 就在圣经里面 特别针对 原来我们说的 每一句说话 都是定准 不是计断次计 是断句计的 断言第三章 第二十六节 因为又说 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 不陷入网络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